这不是一本历史学著作,但历史学家可以从中得到大量显为人知的可靠史料。 这不是一本经济学著作,但对中国经济改革做了深刻的经济分析。 这不是一部政治学著作,却给读者提供了许多政治方面的论述。 这不是一部社会学著作,人们却可以从中了解中国二十年的社会变迁。 这是一本学术主作,但读起来那么轻松愉快。 作者用生动文笔表述了深邃的学术见解。 杨继绳著《邓小平时代》,中国改革开放二十年纪时 第二章,十月六日的风雷 第二节,继承人位置的争夺 在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下,如何确定最高统治者的继承人,历来是十分棘手的事。 在封建社会,在中国的第一个中央集权的秦王朝,秦始皇死后,他的小儿子胡亥就逼迫他的哥哥公子扶苏自尽。 胡亥登基以后,为了消灭政敌,一次就杀了十二个哥哥,十个姐妹也被车裂。 此后的数千年间,为争夺继承人的位置而流血冲突的事件不断发生。 到最后一个亲王朝,兄弟之间的争夺和残杀,母子之间的明争和暗斗,也几乎是代代不绝。 为了防止因为继承人位置的争夺而造成的社会动乱,封建时代采取了长子继承的方式。 这种办法的弊端是众所周知的,他排除了择优而用的原则,甚至连最小范围内几个亲兄弟之间的择优也不允许。 不管能力高低,品质优劣,只要是长子,就具有继承皇位的权利。 用天然的,无可争议的标准来防止争端,这个办法也没有避免悲剧的不断发生。 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是封建王朝,但缺乏选拔继承人的良好机制。 最高领导者一人具有绝对的决定权,这样在他生前,献媚和阴谋环绕着他,在他身后,对立和争夺丛生。 毛泽东先后选了刘少奇和林彪两个接班人,都是十分悲惨的结局。 毛泽东逝世以后,争夺继承人位置的斗争,其实质是在毛泽东身后,中国走什么道路之争。 是继续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呢? 还是改弦更张,把经济建设放到头等重要的地位? 当时文化大革命已经搞了十年,并没有达到毛泽东所希望的结果。 别说受害者希望改弦更张,就是普通群众也都很厌倦了。 所以相比之下,务实派拥有更多的支持者。 周恩来病危期间,曾经十分坚定地告诫务实派,无论如何,不能够把大权落在四人帮手里。 四人帮以毛泽东衣钵继承者自居,在权力面前寸步不让,双方有剑拔弩张之势。 毛泽东虽然把华国锋放到了接班人的位置上,但这只是一种折衷的办法,并不能从根本上平息这场斗争。 9月11日到17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7天的调研仪式,在这期间30万人来调研。 在低沉的哀乐声中,佩戴黑纱的人穿流不息。 参加调研和守灵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有。 从守灵人的阵容可以看出,两种政治势力同时汇集在毛泽东一。 在哀乐缭绕的悲痛气氛中,双方开展了频繁的幕后活动。 一同站在毛主席遗体前面,显悲弃的人们,心里都盘算着如何击败对方。 四人帮不让权力落到务实派手里,急切地想把权力抓到手。 9月11日,王洪文撇开中央办公厅值班室,在中南海另设值班室, 并且通知各省、市、自治区党委,重大问题及时向他们请示。 但是在他们内部,看来还没有一个协调一致的夺权策略。 从事后披露的材料知道,王洪文想当委员长,江青想当党的主席。 张春桥看不起江青和王洪文,而江青那种胡搅蛮缠,只能是城市不足,败事有余。 华国锋决定粉碎四人帮 四人帮把华国锋当作他们夺权的直接障碍。 当1976年中共中央一号文件任命华国锋为国务院代总理时, 张春桥就写下了3月2日有感。 又是一个一号文件,去年发了一个一号文件, 真是得志更猖狂,来得快,来得凶,垮得也快。 去年的一号文件是指1975年任命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 从这个3月2日有感可以看到,张春桥对华国锋是多么的怨恨。 毛泽东逝世以后,四人帮加强了对华国锋的攻势。 在毛泽东逝世的第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江青说, 今天的会议忽略了一件大事,就是要继续批邓。 这是主席在临终前一再嘱咐的大事, 是关系到党和国家变不变颜色的大问题。 不抓这件大事,就是对主席不忠。 如果让邓小平复辟了,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就保不住了。 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也跟在江青之后, 逼着华国锋表态。 华国锋先是沉默不语,停了一会儿, 说,对邓小平当然要批下去, 但是现在首要的是研究智丧问题。 江青没等华国锋说完,就插嘴说, 智丧当然要搞,但是批邓绝不能停止, 批了快一年了,批而不倒,很不得理。 我建议现在就研究邓小平问题, 政治局做个决定, 立即开除邓小平党籍,以绝后患。 叶剑英控制自己的情绪, 用劝慰的口吻说, 江青同志,请你冷静一下好不好, 主席走了,我们都很悲痛。 毛主席智丧是国丧,一定要安排好, 现在我们要办的事很多, 但第一位的事是智丧。 他忘了忘大家,严肃地说, 毛主席不在了, 我们处在最困难、最严峻的时刻。 在这种时候,最重要的是加强团结, 要团结在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周围。 华国锋说,是啊,主席逝世了, 我们要更好地团结在一起, 度过这个困难的时期。 几天以后,江青到清华大学说, 我在毛主席逝世后的第一次中央会议上, 就控诉了邓小平要开除他的党籍, 没有开除,要以观后效, 还有人要替他翻案。 9月12日,江青打电话给华国锋, 要求召开紧急常委会。 华问他讨论什么问题, 江不明确回答。 华问什么人参加, 江青指定不要叶剑英参加, 要毛远欣也参加。 会议开始,江青就要求把毛泽东的文件和书籍 交给他和毛远欣来整理。 他说,他是主席的妻子兼秘书, 由他整理是理所当然的。 还说列宁的文稿也是他的夫人 克鲁普斯卡亚为主整理的。 汪东兴说,主席的文件不是讲好要封存吗? 现在保存遗体问题还没有解决, 根本没时间清理。 江青看到华国锋不表态, 就说,这样吧, 轮件还是由小张保管, 他为人可靠, 让他给我当秘书吧。 小张是指张玉凤, 是毛泽东晚年的秘书。 华国锋汪东兴不同意, 江青就闹了起来, 华国锋宣布散会, 他说,今天的会, 连剑英同志都没参加, 不算常委会, 下次他来了, 人到齐了再讨论。 江青这样发作, 张春桥阻止了他, 他对大家说, 我看是不是可以这样子, 我们分不出手来, 先叫毛远新帮小张清理一下吗? 江青支持张春桥的意见, 华国锋没有同意。 会议开了四五个小时, 最后, 华国锋坚持毛泽东的一切材料、 文件和书籍都由汪东兴负责, 暂时封存起来。 文件大战并没有就此结束, 9月21日, 中央办公厅清查文件时, 发现江青、 毛远新以看一下为名, 从张玉凤那里拿走了两份文件, 没有退回。 一是江青同外国记者谈话的记录副本, 另一个是1974年, 毛泽东在武汉与杨德志、 王六生的谈话记录稿。 汪东兴等人认为, 这次两份带有重要机密的重要文献, 他们找江青等索要, 开始不给, 废了一番周折以后, 江青交回了文件, 但提出一个条件, 要华国锋看后, 正式批给王洪文、张春桥传阅。 华国锋没有理睬, 从江青等交回的文件看, 他们已经对文件进行了删改, 向有利于他们方面删改。 江青得知中央办公厅封存文件的消息, 深夜两点钟, 打电话给华国锋, 说封存文件占了他的房子, 哭哭啼啼地说, 主席尸骨被寒, 你就要赶我走吗? 争夺毛泽东留下的文件, 其实就是争夺继承人的位置, 大家都想从这些文件中, 得到自己合法继承打倒对方的根据, 谁得到了这些文件, 谁就可以得到有利于自己的根据, 毛泽东留下的文件中, 到底有些什么与此有关的内容, 恐怕这是永远揭不开的秘密。 四人帮在叶剑英这些老元帅面前, 深感没有武装的威胁, 他们在军队里也有人, 但不一定指挥得动军队, 南京军区司令员丁盛就是其中的一个。 丁盛听说毛主席并非, 特意到上海, 对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负责人马天水、 徐景贤、王秀珍说, 我在南京很孤立, 准备被杀头的, 因为有的军不听我的, 这个军从南京一直摆到苏州, 发生什么事情, 对上海是一个威胁, 你们要有所准备。 四人帮知道军队多数都是听老帅的, 就抓第二武装, 所谓第二武装就是工人民兵, 经过丁盛的催促, 马天水批准, 上海民兵指挥部突击发放武器, 到八月底就发了七万多件, 9月21日, 王洪文悄悄地回到上海, 大力督办第二武装, 实际上几年来, 上海动用地方经费三千多万元, 制造了大量武器, 9月23日, 王洪文打电话给上海的王秀珍说, 要提高警惕, 斗争还没有结束, 他宣称, 上海要搞四十万民兵, 要有四十万支枪, 还要用大炮武装民兵。 9月28日, 张春桥派秘书肖木去上海, 通知马天水、 徐景贤、 王秀珍等人要提高警惕, 要准备打仗。 9月29日, 晚11点, 华国锋主持政治局会议, 研究毛主席失事后的国庆节怎么过的问题。 江青首先提出, 毛主席失事了, 党中央的领导权怎么办? 他还批评华国锋在保定问题上优柔寡断, 王洪文和张春桥提出了要加强集体领导, 要安排江青的工作。 华国锋心里明白, 江青已经有工作, 何须再安排? 他们的意思是想夺权, 想让江青当党中央的主席。 叶剑英、李先念等坚决反对, 四人帮的意见被否决了。 第一个回合失利以后, 他们又提出, 毛远欣是否回辽宁的问题。 毛远欣是毛泽东的侄子, 他的父亲毛泽民也是共产党的高级干部, 在新疆被军阀盛事财杀害。 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在朝鲜战场上牺牲后, 毛泽东把他当作亲儿子看待。 1964年, 他在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上学的时候, 放暑假回到毛泽东身边。 毛泽东同他谈到了青年人的成长问题。 后来, 毛泽东同毛远欣同志的谈话, 作为中央文件向全党传达了。 从这时起, 毛远欣的名字就被人们所熟悉。 文化大革命的后期, 毛远欣当了沈阳军区政委, 成了中国东三省的实际上的第一把手。 毛泽东晚年, 把毛远欣调到身边, 作为毛泽东和政治局之间的联络员。 他是能接近毛泽东的少数几个人之一。 他在政治上站在江青等人一边。 毛泽东失事了, 联络员无事可做了。 毛远欣去留的问题需要讨论。 江青等人首先提出这个问题, 当然是希望毛远欣留在北京。 当时华国锋明确表示, 让毛远欣回辽宁。 江青非常生气, 说毛远欣应当留下, 还要让他处理毛主席的后事。 华国锋不让步, 说你不是说过毛主席的后事你不参加, 毛远欣也不参加吗? 现在怎么又让毛远欣留下来处理后事呢? 双方意见僵持不下, 激烈地争论起来, 会议一直拖到凌晨, 大家疲惫不堪。 华国锋让叶剑英、 李仙念等年纪大的先走, 会场只剩下六七个人。 江青等人一会儿说毛远欣不能走, 一会儿又说要召开三中全会, 等他们话说完了。 华国锋问江青, 你究竟想要干什么? 江青说, 要讨论起草三中全会的报告。 华国锋最后以主持人的身份说, 会议开到这里, 不要再吵了, 我认为毛远欣应该回辽宁去, 这是政治局多数同志的决定。 他还说, 由于其他政治局委员都不在, 三中全会问题根本不能讨论, 即使三中全会要做政治报告, 应该是由我来准备, 至于党中央人事安排, 应该由政治局讨论决定, 说完就站起来宣布散会。 四人帮在这场斗争中, 除了掌握舆论工具以外, 在务实派面前显得水平低下, 力量薄弱, 无论是政治斗争还是军事斗争, 他们都不是务实派的对手, 而他们却在毛泽东失事后留在北京, 在政治聚光灯下, 明目张胆地夺权。 华国锋面对四人帮的威逼, 除了正面顶回去以外, 也在密谋对策。 首先提出对四人帮采取强硬措施的, 是袁康生的秘书李新。 华国锋采纳了这样的建议, 李先念、汪东兴支持华国锋这样做, 抓四人帮起核心作用的是华国锋、 李先念、汪东兴三个人, 叶剑英是他们的坚强后盾。 需要说明的是,粉碎四人帮谁是主要的决策者, 在很多已经发表的技术中, 都和事实真相有出入。 这些技术说, 叶剑英元帅是主要的决策者, 华国锋是被动的。 李先念1977年说, 去年10月粉碎了四人帮, 这是华国锋同志提议, 并且征得了中央多数同志同意后实施的。 在收录这篇讲话的后面有一个注释, 原来也写成以业为主化为辅, 为此李先念大发脾气, 后来才改成了以下文字。 1976年10月, 中共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 毅然粉碎了这个反革命集团。 在这一斗争中, 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起了重要作用。 10年9月, 毛泽东逝世, 江青反革命集团加强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阴谋活动。 许多老同志对此深感忧虑, 并且酝酿解决办法。 9月21日, 华国锋到李先念住处商讨解决四人帮问题, 认为同他们的斗争不可避免, 并请李先念代表他去找叶剑英, 请叶剑英考虑以什么方式、 什么时间解决为好。 9月24日, 李先念到叶剑英的住处, 转达了华国锋的意见, 并且同他研究此事, 后经过他们慎重考虑和反复的商量, 并且征得了当时政治局多数同志的同意, 于10月6日, 对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等人实施了隔离审查。 叶剑英也多次讲, 粉碎四人帮, 是华国锋领导的。 当然, 叶剑英在粉碎四人帮中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叶剑英事先做了很多的酝酿工作, 华国锋等决定对四人帮采取措施后, 9月24日, 华国锋派李先念去找叶剑英元帅征求意见, 和叶剑英一拍即合。 叶剑英西山串联 邓小平下台以后, 以四人帮为代表的左派十分嚣张, 他们的舆论机器开足了马力, 对务实派进行狂轰乱战, 不知他们是否知道他们的政敌早就准备对他们下手了。 从事后披露的两件事可以看出, 务实派和元老派对四人帮已经怒不可遏。 一件事是王洪文张春桥截取了许诗友将军的儿子写给其女友的一封信, 这封信中有这样一段话, 罗父藏手枪的事, 你千万不要对别人讲, 我看他们是在准备行动了。 前几天我见到爸爸, 他对我说, 主席失事后, 中国可能要发生内乱, 主要是争夺最高领导权, 如果北京有人闹事, 他就率部队北上, 占领北京城, 控制中南海和钓鱼台, 把那几个人全抓起来, 统统杀掉。 爸爸说, 这些上海帮坏透了, 靠着有主席撑腰, 是权杖势横行霸道, 干尽了坏事, 现在主席没了, 他们也快完蛋了。 爸爸还说, 别看王洪文是军委副主席, 张春桥是总政治部主任, 军队里没人听他们的, 枪杆子全抓在我们手里。 他们只能调动几个民兵时, 成不了大气候。 爸爸说, 他只用一个军, 就能把上海的民兵全部吃掉。 他把六十军摆在无锡, 就是盯着上海的。 这里的罗富是指罗瑞卿和傅从毕两位将军, 斯恩邦看到这封信以后十分的恐惧, 他们和毛衍心商量, 准备从沈阳军区调两个师到北京, 但这个计划没有成功。 另外一件事, 和姬登奎的儿子有关, 姬登奎当时是政治局委员, 国务院副总理的身份。 1976年初, 河南省组织部一位负责人在北京养病期间, 姬登奎的儿子去看望他, 其中谈道, 现在政治局是新老派之争, 那些老派现在不开口, 因为毛主席还活着, 只要毛主席一死, 他们是要大干的。 他们已经秘密串联做了准备, 到时候立即宣布张春桥为叛徒, 实行全国管制, 接下去就是血雨腥风。 这个消息很快传到了河南省, 新华社河南分社的社长周明英, 想通过新华社的渠道反映到中央去, 总社主持工作的谢立夫, 把写出来的材料转给了姚文元, 姚文元看了以后, 考虑再三把他压了下来, 没有再往上转, 后来从姚文元的家中超出了此信, 周明英为此也成为了河南省的重点清查对象。 第一件事, 当时军队里的干部很多人都知道, 第二件事, 新华社的老记者大都知道。 务实派和元老派在毛泽东逝世前就私下串联, 邓小平下台以后, 叶剑英虽然被迫因病休息, 但名义上他还是中共中央副主席, 中央军委副主席, 他还有很大的影响, 也有合法的地位, 他就自然成了务实派和元老派私下串联的中心。 活跃在这些老人之间的是王震, 他经常到各家串门传递消息, 商量对策。 在毛泽东病重时, 王震多次到叶剑英那里去谈话, 一次谈到王、张、江、姚时。 王震问叶剑英元帅, 为什么让他们这么猖狂, 把他们弄起来不就解决问题了吗? 叶剑英不动声色, 只是做了一个手势, 他伸出右手握紧拳头, 竖起大拇指, 向上晃了两下, 然后把大拇指倒过来, 向下按了按。 王震一下子震住了, 叶又向他点了点头, 王震想了想, 终于领会了意思, 毛主席还在时, 不易轻举傍动, 要等待时机。 看来抓死人帮是酝酿已久的事情。 叶剑英住在远离市区的西山, 他利用西山这个隐蔽所, 同不少人进行了秘密交谈, 有时约进来, 有时走出去。 和他谈话的有, 谭振林, 康克清, 耿彪, 李强, 罗长青, 熊向辉, 王征, 杨成武, 梁碧叶, 华南, 刘志坚, 李德生等。 接触最多的是树玉和宋世伦, 这些都是军政要人, 在党内军内有举逐轻重的作用。 毛泽东逝世以后, 他们的接触更频繁了, 讨论的问题更具有实质性, 其中最有意义的接触是和邓小平的接触。 毛泽东逝世后的这一段时间, 叶剑英从西山搬了下来, 住在小祥凤。 在王震事先串联的基础上, 邓小平选择了一个最佳时间, 以上街看看为名, 悄悄地来到了叶剑英的住处。 他们对形势的发展和如何解决四人帮问题交换了看法。 经过王震串联, 叶剑英派车把陈云接到西山。 陈云见叶的第一句话就说, 这个局势怎么办了? 叶说, 现在各方面的情况很复杂, 主席刚示示, 弯子难转, 要尽量争取合法解决才好, 震动要小一些。 陈云对四人帮是很反感的, 但是他一方面同意对江青集团采取非常措施, 另一方面还说了一句清醒的富有历史远见的话, 只此一次下不为例。 他的意思是, 在今后的政治斗争中, 必须按照法律形式。 邓颖超先到了小祥凤, 同叶剑英交谈过一次, 后来又到了西山会见, 叶把自己的想法全部向他交底。 邓颖超说, 比较难办的就是那个演员, 这个人最会演戏, 他会利用和毛主席的关系扮演角色, 演绎出贺后哭电, 他还会利用群众对主席的感情倒打一耙, 嫁祸于人。 叶说, 是的, 不过对付这个三点水也不难, 解铃还需寄铃人, 主席生前不是多次严厉批评过他吗? 只要把事实真相全部公布于众, 他的戏就演不下去了。 邓颖超说, 还有那个演技儿, 诡计多端, 也很难对付。 叶说, 秀才造反三年不成, 我担心的是上海的第二武装, 还有北京的民兵指挥部, 不过只要三军围然不动, 他们那一点御林军成不了气候。 邓颖超说, 叶帅, 你说力争合法, 这是上策, 要合法, 有一个人首先要站出来, 他指的是华国锋。 其实叶剑英和华国锋早有接触, 华国锋当总理不久, 叶剑英经过一番考察试探, 提出要看望新总理, 华国锋知道了, 表示先要去看他, 叶说你住得远, 工作忙, 还是我去看你, 当晚就驱车到了史家胡同, 华公后在门口, 亲自给叶打开车门, 迎到房间里, 叶提出要依靠解放军, 不能搞第二武装, 华国锋同意。 7月份, 政治局为了向党内高级干部通报毛泽东的病情, 发生了争吵, 在毛泽东的病情日益加重的情况下, 斯恩邦写的通讯稿说, 毛主席的健康好转, 不久可以恢复工作。 叶剑英坚决反对这样写, 江青和张春桥坚持照样发出, 帮东兴等支持叶剑英的意见, 双方争论的不可开交。 华国锋坐在那里一言不发, 过了一阵宣布散会, 会后, 他在签发这份通报时, 删掉了毛主席健康好转, 可以恢复工作这句话。 这件事使叶剑英对华国锋产生了好的印象, 以后二人多次接触, 从多次谈话中, 叶发现华对斯人帮反感, 也在考虑如何处置他们。 聂荣真元帅也在西山和叶剑英频频接触, 他们在一起讨论, 这几个东西闹腾得不得了, 一定要设法解决, 投鼠忌气, 特别是那个人不太好办, 不解决也不行, 看起来得想个办法, 不能用正常手段解决。 两位元帅激紧而又深入地研究了对斯人帮的办法。 投鼠忌气 叶剑英多次谈到投鼠忌气, 这个中国成语的意思是老鼠爬在贵重的瓷器上, 想打老鼠又怕打坏了瓷器。 叶是以鼠来比喻江青, 以气来指毛泽东。 江青是毛泽东的妻子, 1937年毛泽东和他的第三位妻子赫子珍的婚姻破裂以后, 1938年11月, 24岁的江青和45岁的毛泽东结尾夫妇。 应该说, 他们有过很长一段时间的温馨的家庭生活, 还生下了一个被毛泽东视为宝贝的女儿。 进入北京以后, 江青很少抛头露面, 只是担当一个妻子的角色。 当时到他们家做客的人对江青还有比较好的印象, 也许他以当第一夫人为满足, 并不想有所进取。 也许这使他深藏不漏, 是有更大的野心。 从他的一首诗看, 后者的成分要大一些。 这首诗是《江上有清风, 所在烟雾中, 寻常看不见, 偶尔漏蒸容。 毛泽东和江青在生活方面并不协调, 有时还闹些矛盾, 后来长期分居。 但是在政治上, 毛泽东还是把江视为亲信, 关键时刻让江青出来帮他, 1959年三面红旗, 即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 失败以后, 毛泽东面临党内外的反对, 在这个背景下召开庐山会议, 即中共八届八中全会。 江青在北戴河给毛泽东打电话后, 立刻飞到庐山, 进行会外活动。 在这个期间, 毛泽东为江青拍摄了一张照片, 提了一首诗。 暮色苍茫看静松, 乱云飞渡仍从容, 天生一个仙人洞, 无限风光再显风。 写了赠李进同志。 李进是江青的别名, 这首诗表现了毛泽东在庐山 这场斗争中的态度。 建国以后, 毛泽东处理的不少重大政治事件 都有江青参与。 1950年3月到5月, 电影《清宫密室》在北京放映, 江青看了以后, 认为这是一部卖国主义的片子。 江青向毛泽东谈了自己的看法, 得到了毛泽东的支持。 因为当时的中共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 副部长周扬等不同意江青的看法, 才没有掀起批判运动。 但在事隔16年以后的文化大革命中, 毛泽东还重提这件事, 而刘少奇则因为当年反对批判《清宫密室》 在文化大革命中成了自己的一条卖国主义的罪证。 1951年,江青看了电影《武逊传》, 他认为这部电影有严重问题, 而社会上则认为这部电影不错, 大众电影杂志还把这部电影 列为了1950年十部最佳国产影片之一。 这次又是毛泽东支持了江青, 毛泽东还亲自为《人民日报》撰写了社论, 应当重视电影《武逊传》的讨论, 在中国的文化界掀起了一场政治运动。 1950年开始, 江青一直担任中宣部的电影处长叶永烈 在他的书中撮写为副处长。 如果说上面两件事在他的工作范围之内, 那么下面一件事就跃全了。 1954年, 在山东大学校刊《文史折》上发表了署名 李希凡、兰玲的题为《关于红楼梦简论》 及其他的文章, 批评了北京大学教授、 著名的红学家于平博的《红楼梦简论》。 江青发现了两位年轻人的文章, 就送给毛泽东看,毛泽东看后认为不错, 他让江青出面,让《人民日报》转载。 但是当时的中宣部的副部长周扬 没有在《人民日报》上转载, 理由是党报不是自由争论的场所, 最后达成了妥协,在《文艺报》上转载了。 这使毛泽东大为震怒, 他写了一封措辞十分激烈的信, 从而开展了一场不大不小的政治运动。 建国以后, 江青一直没有在公开场合露面, 第一次露面是1962年的9月29日, 这天下午, 毛泽东接见印尼的总统苏加诺和夫人, 江青以毛泽东夫人的身份出现, 9月30日的《人民日报》一版的头条 刊出了接见的照片, 毛泽东同苏加诺夫人握手, 站在中间的江青在微笑。 据说江青和毛泽东结婚时, 政治局提出了一个限制条件, 20年内江青不得以毛泽东主席夫人的名义参加政治, 如果这个说法是真实的话, 那么这次露面就是一次重要的突破。 不过这时已经过了24年了, 政治局的限制期限已过。 江青公开步入政治是在1966年2月, 林彪元帅委托他起草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基要, 在这之前三四年, 他搞过现代京剧样板戏, 开始插手文化工作。 江青插手文化工作应当是得到毛泽东首肯的。 60年代, 毛泽东对中国的文化工作很不满意, 私下提出了不少尖锐的批评, 江青在文艺界这些活动是和毛泽东的这个看法合拍的。 林彪投毛泽东所号, 拉上江青搞了这个基要, 事后人们才知道, 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基要是文化大革命的重要准备。 也就是说,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意图, 江青比别人较早的了解了。 不仅了解, 而且比其他人都要更早的参与到了 文化大革命的工作。 例如, 拉开文化大革命的序幕的文章, 凭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关》, 就是江青组织人写的。 江青先在北京找人批判海瑞罢关, 没有得到支持, 再到上海找张春桥。 张曾经写了一篇受到毛泽东称赞的文章, 叫《论资产阶级法权》。 张指定《解放日报》的编辑姚文元按照江青的意图写成, 毛泽东在政治上对江青的信任还表现在一封信上。 1966年7月8日, 毛泽东在武汉给江青写了一封很长的信, 信是这样写的。 江青, 6月29日的信收到了, 你还是照魏文博、陈匹显的意见, 在那里上海住一会儿为好。 我本月有两次外宾接见, 见后行旨再告诉你, 自6月15日离开武林杭州以后, 在西方的一个山洞里即滴水洞住了10天, 消息不大灵通, 28日来到白云黄鹤的地方即武汉, 已经有10天了, 每天看资料都是很有幸运的。 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志, 过七八年又来一次, 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 他们为自己的阶级本性所决定, 非跳出来不可。 我的朋友的讲话, 指林彪1966年5月18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中央催着要发, 我准备同意发下去, 这是专门讲政变问题的。 这个问题像他这样讲法, 过去还没有过, 他的一些提法, 我总感到不安, 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么大的神通, 现在经他一吹, 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 真是王婆卖瓜, 自卖自夸, 我是被他们逼上梁山的, 看来不同意他们不行了, 在重大问题上, 违心地同意别人, 在我一生还是第一次, 这叫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吧, 我是自信, 而又有些不自信, 我少年时曾经说过, 自信人生二百年, 会当水迹三千里, 可见神气十足了, 但又不很自信, 总觉得山中无老虎, 猴子称大王, 我就变成了这样的大王了, 但这也不是折中主义, 在我身上还是有些虎气, 是为主的, 也有些猴气, 是为刺, 我猜他们的本意是为了打鬼, 借助中奎, 我就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 当了共产党的中奎了, 事物总是要走向反面的, 吹得越高, 跌得越重, 我是准备跌得粉碎的, 那也没什么要紧, 物质不灭, 不过粉碎罢了, 全世界三百多个党, 大多数的党不信马列主义了, 马克思列宁也被人们打得粉碎了, 何况我们呢? 我劝你也要注意这个问题, 不要被胜利冲昏了头脑, 以上写的, 颇有点接近黑话, 有些反党分子, 不正是这样说的吗? 但他们是要整个打倒我们的党和我本人, 我则只说对我起的作用, 觉得有一些提法不妥当, 这是我跟黑帮的区别, 此事现在还不能公开, 整个左派和广大群众都是那样说的, 公开了泼他们的冷水帮助了右派, 而现在的任务是, 要在全党全国基本上不可能全部打倒右派, 而且在七八年以后, 还要有一次横扫牛鬼蛇神的运动, 偶尔还要有多次的扫除, 左派和广大人民群众是不欢迎我这样说的, 也许我死后的一个什么时机, 右派当权之时, 由他们来公开吧, 他们会利用我的这种讲法, 去企图永远高举黑旗的, 但是这样一做, 他们就要倒霉了, 中国如果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 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 很可能是短命的, 因为代表90%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 那个时候右派可能利用我的话得势于一时, 左派则会利用我的另一些话组织起来, 将右派打倒, 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认真的演习, 有些地方, 比如北京市, 根深蒂固, 一朝覆灭, 有些机关, 比如北大清华, 盘根错节, 清客跋解, 凡是右派越嚣张的地方, 他们失败就越惨, 左派就越起劲, 这是一次全国性的演习, 左派右派和动摇不定的中间派都会得到各自的教训。 从这封信可以看出, 毛泽东对不是中央领导人的江青谈论如此重大的问题, 可见毛泽东在政治上对江青何等信任, 我们当时听传达时, 在座的人都有这种感觉, 毛泽东在这封信中对形势做了如此严重的估计, 即使毛泽东要达到一切的认识基础, 也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动机。 江青走上政治舞台, 从一名普通的党员, 变成了身兼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共中央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副组长要职的中央首长, 不能没有毛泽东的默许甚至支持。 在1966年以后, 一些中央领导人争先恐后地对江青进行过过分的赞扬, 除了林彪、陈伯达、康生等人以外, 在林彪、四人帮以外的重要领导人也参加了过分赞扬江青的行列, 喊出了要向江青同志学习, 向江青同志致敬, 我们要誓死保卫伟大领袖毛主席, 誓死保卫江青同志的口号。 为什么这时突然争先恐后的大树特殊江青呢? 这中间恐怕有不为人知的背景, 对自己妻子如此没有分寸的赞扬, 毛泽东没有制止, 至少他是默认了。 江青很充分地利用了毛泽东和他的这一特殊关系, 不管在什么公开场合, 他总是用那狠奸的嗓音高声地对听众们说, 我代表伟大领袖毛主席向你们问号, 我代表伟大领袖毛主席来看望你们。 直到在若干年后对他进行法庭审判时, 他还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 我是毛主席的狗, 他叫我咬谁, 我就咬谁。 咬谁呢? 当然是咬那些毛泽东认定的反党分子, 牛鬼蛇神。 当然他也要趁机咬一咬他自己的仇人, 咬一咬妨害他夺取权力的人。 江青和毛泽东的这一特殊关系, 在当时是很有影响力的。 1974年, 他到天津做批林批孔报告, 我亲眼看到了天津不少党政军的高级干部, 在他面前献媚讨好。 天津市委书记的名字叫谢学工, 已经是60多岁的人了。 江青对他说, 叫学工多好, 向工人接级学习嘛。 谢学工欣然从命, 以后在签发文件时, 就用学工, 工人的工, 二字。 江青还用模仿毛泽东的狂草笔记, 不懂书法的人看来模仿得十分逼真, 写了一些条符, 送给一些军政要人, 不少人奉为至宝。 1976年8月, 在毛泽东病重期间, 江青以慰问抗震救灾士兵工人的名义, 第八次到天津, 我作为记者随同采访, 江青在争夺斗争激烈的时候, 外出怀有很高的警惕性, 他觉察到我坐在他身后记录时, 猛然回头, 满脸凶向地问你是谁, 看到他的眼光, 我想坏了, 可别把我当特务, 那个时候江青到处讲, 有人派特务监视他, 我只好急忙回答, 我是新华社记者, 没想到他马上满脸堆笑地站起来, 和我握手说自己人自己人, 请你转告其他新闻单位, 写的东西一定要给我看看, 不要帮倒忙。 当时工人解放军战士, 把他当作毛主席身边的人, 天津钢厂平路车间, 一位副主任对我说, 江青同志来我场视察, 带来了毛主席对我们的关怀, 江青同志亲自来视察工作, 对我们是很大的鼓舞, 我们要以实际的行动, 回答党中央对我们的关怀, 把邓小平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 批倒批臭。 江青到天津警备师一团一连, 战士们在发言中, 都认为江青同志代表毛主席和党中央来看望我们, 这是党中央对我们的亲切关怀。 在毛泽东的晚年, 毛泽东也担心江青利用和他的特殊关系, 干出不得体的事, 因此他声明, 他不代表我, 他代表他自己。 毛泽东对江青过于专权也很忧虑, 他多次批评江青, 1974年, 毛泽东在给江青的一封信中写道, 不见还好些, 过去多年同你谈的, 你有好些不执行, 多见何意, 有马列书在, 有我的书在, 你就是不研究, 我重病再生, 81岁了也不体谅, 你有特权, 我死了看你怎么办, 你也是个大事不讨论, 小事天天送的人, 请你考虑。 不管毛泽东和江青之间有多少恩恩怨怨, 江青毕竟是毛泽东的夫人, 毛泽东批评过江青等人, 但是这些批评是恨铁不成钢, 毛泽东说过四人帮, 但他说的四人帮, 不是指他们是一个反革命帮派, 而是希望他们不要搞小圈子, 团结更多的人, 来实践无产阶级专政下, 继续革命的理论, 而恰恰在这一点上, 江青等犯了致命的错误, 当时在政治局委员里面, 有相当一部分人是文化大革命的得益者, 他们中间虽然有的人对文化大革命有些看法, 但他们不会很快地站在否定文化大革命务实派的这一边, 如华国锋、 李德生、 陈希莲、 纪登奎、 汪东兴、 吴德、 陈永贵, 还有政治局的候补委员吴贵贤、 尼智福, 江青等人自己搞小圈子排斥这些人, 从而使自己陷入了孤立的境地, 在毛泽东逝世的那天凌晨, 住在一侧的江青闻讯赶来, 头发散乱, 神情紧张, 一进门就扑在毛泽东的遗体上, 一面痛哭, 一面呼喊, 医生啊, 你们快救救主席, 嗓子都哭哑了, 人不肯离去, 其悲痛之状, 催人泪下, 这里有夫妻难舍之情, 也有失去政治靠山之悲, 在9月18日追悼会开完以后, 新华社的电讯稿, 着意描述了江青的花圈, 江青同志敬献的花圈, 放在毛主席的一项前, 花圈由栩栩如生的葵花, 嫩绿的玉米, 金黄的麦穗和古穗, 以及果实累累的白色文贯花组成, 先下手为强, 9月21日, 华国锋特意到李先念那里, 商讨解决四人帮问题, 他请李先念代表他去找叶剑英, 考虑以什么方式, 什么时间解决为好, 9月24日, 李先念以参观香山植物园为名, 带着华国锋的意见, 专程上西山会见叶剑英, 进行了具体的商谈, 这时聂荣贞元帅也派杨成武将军上西山找叶帅, 一再嘱咐防止四人帮先下手, 暗害邓小平和叶帅, 现在用处理党内斗争的正常途径来解决问题是不可能的, 只有先下手, 采取果断措施才能防止意外, 粉碎四人帮最后决心的下定, 李先起了重要的参谋作用, 李先是中央办公厅副主任, 中央警卫团副团长, 四人帮想在中央警卫团里找一个自己的人, 张春桥看上了李先, 因为李先是康生的秘书, 张春桥把李先引荐给了江青, 李先表示, 我一切听从江青同志的指挥, 江青和张春桥向他了解了中央警卫团的人员编制, 武器装备情况, 政治局委员的居住地点和警卫布置情况, 并且交代李先, 每天用红机子保密电话向江青汇报警卫部队的活动情况, 李先表示同意, 江青和张春桥都十分满意, 江青赞扬张春桥选了一个忠诚能干的人, 可他们没有想到, 半个小时以后, 李先就把江、张同他的谈话内容全部向汪东兴做了汇报, 汪东兴连夜报告了华国锋, 促使华国锋下定了最后的决心, 在这以后, 李先利用四人帮对他的信任, 继续和四人帮保持联系, 并且把得到的情况向这边汇报, 10月4日早晨7时, 李先向华国锋报告, 毛远新从沈阳调来了两个师, 已经到了山海关义县, 如果北京有情况, 一天就可以赶到, 其实他们也不必担心, 中央军委早就把二十八师调到了唐姑一带, 封锁了入京的水路交通, 叶剑英得到李先的情报后, 还是立即命令李德升把这两个师火速调回原地, 有趣的是, 在对四人帮采取行动之前, 汪东兴在向执行任务的警卫战士做动员时, 对战士是这样说的, 江青等人趁毛主席逝世之机, 阴谋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 当时复辟资本主义是十恶不赦的大罪, 在政治斗争中, 都要把这个大罪夹在对方的头上, 10月6日下午, 叶剑英在西山接到电话, 电话的内容是通知他晚上八点到怀仁堂开会, 请他提前一个小时到达, 吃过晚饭, 他带上移民警卫参谋, 驱车直奔中南海, 怀仁堂和往常一样, 灯光闪烁, 肃穆安静, 只有少数执行特殊任务的人员, 担任警卫, 叶剑英的坐车七时到达, 警卫员和司机都安排在一间房子里休息, 只有开会的人才能进入怀仁堂, 这一天下午, 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也接到通知, 到怀仁堂召开政治局常委会, 并通知主要内容是审议毛泽东选籍第五卷的 青样和毛主席纪念堂的方案, 姚文元不是常委, 但这个会涉及到了文字工作, 理所当然要请他来, 没有通知江青来, 他不是常委, 也合乎常情, 实际上江青是特殊人物, 需要单独处理。 叶剑英只身进入怀仁堂, 只见华国锋、 汪东兴已经来了, 他们见面时, 以目视意, 没有讲话, 这天的怀仁堂里搬走了所有的桌椅, 显得十分空旷, 中间一扇屏风把大厅一分为二, 在屏风前的一半大厅中, 只摆了两个高背的沙发, 叶剑英和华国锋分别坐在这两个高背沙发上, 汪东兴的警卫躲在正厅的屏风后面的两侧, 注视着门口。 7天55分, 张春桥到达, 他夹着皮包, 大摇大摆地进来了, 突然随身的警卫被扣在门外, 他感到与过去不一样, 就连声地问, 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 还不等他弄清楚发生了什么事, 行动组负责人继合复, 带着几个人迎了上去, 保护他进入了正厅。 他迈进门槛, 环视厅内, 想寻找自己的座位, 看到厅里已经没有他的座位了, 只有正今危坐, 目光严峻的叶剑英和微然直立满脸怒气的华国锋, 张春桥这才明白, 自己已经成为阶下囚, 他正要申辩, 只听华国锋严肃地说, 张春桥, 你听着, 你伙同江青, 王洪文等反党反社会主义, 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 接着宣读了事先写好的隔离审查决定, 并且郑重宣布立即执行, 张春桥没有做任何反抗, 就被带走了, 接下来进来的是王洪文, 他一跨进门, 行动组的另外一个负责人带着几个警卫, 从横刺里走过来, 王洪文见石头不对, 就立声叫道, 我是来开会的, 你们要干什么, 接着他准备反抗, 但很快被制服, 警卫人员带他进入了政厅, 看到坐在那里的华国锋和叶剑英, 他就像一头发狂的野兽, 两眼射出凶光, 从极米以外猛扑过去, 警卫人员救世将他推倒在地, 他站起来以后, 不声不响地听华国锋宣布他的罪状和隔离审查的决定, 被带走的时候, 他还自言自语地说, 没想到这样快, 姚文元姗姗来迟, 大家正在着急之际他来了, 他早希望开这个会, 在接电话通知的时候, 他还说早就该开这个会了, 今天不知因为什么事动身晚了, 临走时忘了叫警卫, 连帽子也没戴, 就加上皮包跨进汽车, 匆匆赶到中南海, 他到怀仁堂以后, 没有让他进大厅, 只在东廊的大休息室里待命, 没有华国锋宣布隔离审查的决定, 而是由中央警卫局的一位副局长宣布的, 念完决定之后, 行动组的另外一位负责人和几个卫士把他带走, 在怀仁堂解决王张瑶三个人的时候, 中央警卫团的团长张耀慈带着一个行动小组, 来到了中南海万字郎201号, 行动小组里有两个女警卫, 江青看到两个几个不速之客, 就问你们来干什么的, 张耀慈向他宣读了隔离审查决定, 将近听后一言不发, 仍然坐在沙发上沉着脸, 双目怒视, 然后慢慢站起来, 从腰间摘下了一串钥匙, 再拿了一个牛皮纸信封, 用铅笔写了, 画国锋同志起, 把钥匙装在里面, 用密封的签把信封两端封好, 交给了张耀慈, 在同一时间里, 在毛远欣的住处, 宜年堂后院, 毛泽东的卫士李连庆出现在门口, 他和毛远欣是老相识了, 毛远欣的妻子在辽宁, 这里只有给毛主席的女儿, 你那看孩子的一位老保姆照顾他的生活, 李连庆来时, 他正在一个人看电视, 他看到李连庆穿着军装, 后面还跟着几个军人, 感到有些异样, 他问, 老李, 有什么事吗? 准备给你换个地方住, 不要住这里了, 李连庆回答, 那要收拾一下, 要带点什么东西? 不必了, 什么也不用带, 现在就走。 这时候毛远欣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他站起来质问自己的老熟人, 啊, 你来抓我? 不是, 我来抓你, 而是我奉命来向你传达一件事情, 接着, 李连庆向毛远欣宣读了对毛远欣实行隔离审查的决定, 毛远欣没有反抗, 几个军人搜出了他的手枪, 把他带走了。 解决了江青毛远欣的消息, 很快报到了怀仁堂, 叶剑英高兴地说, 好, 没放一枪实在太好了。 晚九时, 叶剑英华国锋命令耿彪带着一个营的兵力, 立刻去接管新华社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与此同时, 在京的所有政治局委员都接到了一个紧急通知, 立刻上玉泉山九号楼开会。 晚十点, 人已到齐, 出席会议的人有华国锋、 叶剑英、 李先念、 汪东兴、 陈希莲、 苏振华、 姬登奎、 吴德、 倪智甫、 陈永贵、 吴贵贤, 共11人。 会议由华国锋主持并且讲话, 叶剑英向大家通报了粉碎四人帮的经过和意义, 在叶剑英的提议下, 一致通过了华国锋担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 事后提请中央全会追认, 不在京的政治委员有, 美国卿、 许世友、 李德生、 赛福鼎, 他们由汪东兴电话通知并且征求意见, 10日7号上海的马天水到北京开会, 一听传达认为这是宫廷政变, 右派政变, 上海的徐景贤、 王秀珍得到消息后, 在8日晚上开会, 准备动员第二武装和北京进行军事对抗, 12日中央将徐景贤、 王秀珍叫到北京, 由政治局出面, 同马天水、 徐景贤、 王秀珍等集体谈话, 让他们回去做工作, 13日他们回到上海, 不再讲武装斗争, 而是讲搞合法斗争, 后来中央派苏振华, 倪智福、 彭冲到上海接管了权力, 10日10日, 星期半分的邓小平给华国锋写了一封亲笔信, 敬爱的华主席党中央, 最近这场反对野心家阴谋家篡党夺权的斗争, 是在伟大领袖失事以后, 这样一个关键时刻发生的, 以国锋为首的党中央, 战胜了这批坏蛋, 取得了伟大胜利, 这是社会主义道路, 战胜资本主义道路的胜利, 这是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胜利, 我同全国人民一样, 对这个伟大的胜利感到万分喜悦, 情不自禁地高呼万岁万万岁, 我用这封信表达我的内心的真诚的感情, 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万岁, 党和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胜利万岁, 粉碎了四人帮邓小平有希望从见天日, 他的欣喜之情是很自然的, 他写信给华国锋是想利用这个好机会, 事实上粉碎四人帮的第二天, 叶剑英元帅就提议让邓小平出来工作, 但是在当时情况下, 这个建议不会被采纳, 不久叶剑英元帅又把邓小平一家接到了西山居住, 为了让他熟悉环境, 还以别人的名义秘密地按期给他送一套文件, 10月16日, 中央向党内发出了中共中央文件1976-16号, 正式向全党通报了这件大事, 10月20日文件传达到所有群众, 事实上在这之前, 消息已经传得家喻户晓, 大多数人感到轻松感到高兴, 中国人历来看不惯后非专政, 江青以第一夫人的身份到处指手画脚发号施令, 早就引起了人们的不满, 所以对她的被捕同情者甚少, 10月21日, 北京150万居民展开了正式浩大的庆祝游行, 以后几天,全国各大城市也组织了大规模的庆祝游行, 郭沫若写了一首打游诗, 当时流传甚广, 大快人心事, 消灭四人帮, 政治流氓文匹, 狗头军事章, 还有金生百骨, 在庆祝游行的队伍中, 有人打着主板, 用快板书的形式传送着郭沫若的这首打游诗。 欢迎继续收听第三节, 过渡人物, 华国锋。